故事说到黄诗经被打跑了 跑哪儿去了呀 竹节山 说那山中有一座洞天之处 名唤九曲盘桓洞 洞中的九龄元圣 就是他的祖翁啊 小孙孙被打了 请祖爷爷给出出气吧 九龄元圣默想片刻 笑道 哦 原来是他 我贤孙 你错惹了他也 那长嘴大耳者乃是猪八戒 晦气色连者乃是沙和尚 这两个有可 那毛脸雷公嘴的叫做孙行者 这个人其实神通广大呀 五百年前曾大闹天宫 十万天兵也不曾拿住 他专一寻人呐 他便是个搜山皆海破洞工程 闯祸的头啊 你怎么惹他呀 也罢也罢 等我和你去 把纳斯连那玉华王子都勤来 替你出气 从这番话我们可以知道 九龄元圣是认识孙悟空的 而且知道孙悟空专专业寻人 专业的搜山皆海破洞工程 还有人家根本就不怕你啊 点兵就要给黄狮子经报仇 典型的 没事不惹事 来事我也不怕事 点兵点的是什么兵呢 柔狮雪狮 骏泥白泽 福离团巷 诸孙算上黄狮经 一共七个 纵狂奉前去讨伐玉华州 这才是你们妖怪该有的样子吗 对比起来 之前的黄狮经 简直真的是丢人丢到家了 先话少说 咱们直接开打 第一轮呢 九龄元圣带去的七个狮子经 大战三个狠和尚 从白天是打到傍晚 老猪被活捉 孙悟空老杀也战败 但是孙悟空开了挂呀 抓住了一把毫毛 便出百十个小行者 拿住了骏泥白泽 双方各自都抓了葫芦 这一轮算是平局 第二轮呢 九龄元圣 安排剩下的五只狮子 去托住孙悟空和老沙 自己则是偷偷的飞到空中 陷了元圣 原来呀 他九个头 有九张口 一口擒着唐僧 一口擒着八戒 一口擒着老王 一口擒着大王子 一口擒着二王子 一口擒着三王子 六口擒着六个人 就这还空了三张口 张口喊道 我先去 只留下五只狮子 大战孙悟空和老沙 孙悟空还是开挂 拔猴毛 变出千百个小行者 拖倒了柔狮 活捉了血狮 拿住了团象狮 扛翻了浮离狮 将黄狮 直接给打死 剩下的六个活狮精 是牢牢的拴锁 黄狮精就这么死了 说好的是这一集的主角呢 中间就挂了 更惨的是 老孙安排人将黄狮精 剥了皮 连个全尸都没留啊 这一轮双方也算是平手 不过九龄元圣这边 可是有阵亡的 到了第三轮 孙悟空和老山来到万陵竹节山 九曲盘桓洞救人啊 老妖听说低头不语 半嗓呼的掉下泪来叫声 苦啊 我那皇师孙儿死了 柔师孙等 又被和尚捉进城去 此恨怎生得报 可是你现在后悔也晚了呀 当时你就不该 自己抓唐僧先跑 现在九龄元圣 最光辉的时刻到了 你看他身无披挂 手不粘兵 大踏步的走到前边 只闻得孙行者吆喝着 然后大开洞门 不答话 敬奔行者 行者是那铁棒当头支柱 沙生是抡着宝杖就打呀 那老妖是把头一摇 左右八个头 一起张开口 把行者沙僧 轻轻的 闲于洞内 你就不说别的啊 你看人家这淡定的气场 说他是西游记里最霸气的妖怪 应该没人会反驳了 但是你要特别的注意一点 他是把行者沙僧 轻轻的 闲于洞内 对待敌人 你怎么这么温柔啊 而且还是杀死了自己儿孙的仇人 这就很迷惑了 更令人费解的是 他还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你这破猴 把我那七个儿孙捉了 我今拿住你和和尚四个 王子四个 也足以抵得我儿孙之命了吧 小的们 选金条柳棍来 且打着猴头一顿 与我那皇室孙儿抱抱冤仇 于是乎三个小妖各执柳棍 专打孙悟空 柳棍打在孙悟空的身上 跟脑痒痒也差不了多少吧 这九龄元圣有这么大的法力 难道不知道用金条柳棍打孙悟空没用吗 打了一会儿 渐渐的天昏了 老妖叫 小的们且住 点起灯火来 你们吃些饮食 让我到锦云窝略睡睡去 你那皇室孙儿死了 你给他报仇 这不奇怪 但是你不得先想办法 就剩下几个活的吗 九龄元圣 居然自己去锦云窝睡觉了 难道是知道其他的狮子 必死无疑了吗 这一轮 九龄元圣 虽然说是完胜 但是对待自己手中的人质 实在是很可疑啊 咱们再来说第四轮 老孙逃跑 还把打自己的那三个小妖怪 给碾成了肉饼 你要问这三个小妖怪是谁啊 孙悟空还都挺熟 两个是去买猪羊的 刁钻古怪 古怪刁钻 还有一个是给那九龄元圣 送丁爬会请柬的青脸 除了消失的美女 黄诗经这一伙啊 算是彻底的报销了 一个都没剩 孙悟空要救人的时候呢 八戒被捆极了 忍不住大声叫道 猴哥呀 我这手脚都捆肿了 你倒不来先解解我 问题来了 为什么每次破坏 孙悟空救人计划的 都是猪八戒呀 老猪是真的无心之举吗 恐怕说他是故意的 更合情合理呀 猪八戒心里 巴不得妖精 好好地收拾孙悟空呢 孙悟空走了风声 只好打破几重门 自己跑了 九龄元胜 知识行者打破走了 也不去追赶 将破门补的补物 是遮的遮 固守家业不提 九龄元胜 站着这么大的武力优势 还让孙悟空翻盘了 这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 到了第五轮 孙悟空出了那九曲盘桓洞 跨着祥云 静转玉华州 但见那城头上各乡的土地神旨 与城皇之神迎空败街 不但他们出现了 消失了那么久的 护唐小分队 什么金头接地 六丁六甲神将 压着一尊土地也来了 玉帝的秘密 护唐小分队的再次出现 说明这事 肯定跟玉帝有关 那土地是战战兢兢地 叩头道 那老妖前年下降竹节山 那九曲盘桓洞 原是六狮之窝 那六个狮子 自得老妖之子 都败为祖翁 祖翁乃是个九头狮子 好为九灵元圣 若得他灭 须去东极庙岩宫 请他主人公来 方可收服 他人莫想擒他呀 这九灵元圣来自天庭 而且是前年来的 也就是玉帝 来了灵山之后来的 玉帝来了趟西方 还真引出了不少故事 这九灵元圣的主人 是太乙旧苦天尊 住在东极庙岩宫 单从名字来看 就是一个道教的大佬 难道这事 跟老君有关系吗 原著当中 有这么一段描写 那个负责看狮子的狮奴 跟太乙天尊说 爷爷 我前日在大千甘露殿 建一瓶酒 不知偷去吃了 不觉沉醉沉着 失于拴锁 事已走了 天尊道 那酒是太上老君送的 换作轮回穷将 你吃了该醉三日不醒 那失授该走几日了 您说巧不巧啊 老君没事给这太乙旧苦天尊送个什么酒啊 而且这酒一醉啊 就是三年 更巧合的是 玉帝也是三年前下的烦 那这故事就再清楚不过了 玉帝偷偷的离开天亭去灵山找如来 这事被老君发现了 老君就找到太乙旧苦天尊 让他安排个得力的人手去查查究竟 于是派九龄元圣下凡 并且在竹节山落脚 通过这些小狮子精们去搜集玉帝的情报 太乙旧苦天尊一出口啊 就把老君给卖了 这事不怪我 是老君安排的 太乙旧苦天尊跟孙悟空来到竹节山 天尊道 我那元圣儿也是个九修得道的真灵 他喊一声是上通三圣下彻九拳 等闲也不便伤生 孙大圣 你去他门前所站 引他出来 我好收之 所有的神仙抓自己的妖精都是一个套路 孙悟空永远都是一个诱饵 悟空把九龄元圣引出来 太乙旧苦天尊喝道 元圣儿 我来了 那要认得是自己主人呢 不敢再斩争 四只脚扶植余地 只是磕头 这时候旁边跑过来 师奴儿一把薅住顶毛 用拳拙向上打够百石 抠礼骂道 你这畜生如何偷走 叫我受罪 那师寿何口无言 不敢摇动 师奴儿打得手困方才助了 即将锦安安于他身上 天尊齐了 贺声叫走 他就纵声驾起彩云 静转 妙言攻去 故事说到啊 这个九龄元圣 他曾经是上通三圣 下撤九拳 这是何等人物啊 到如今呢 却被一个小小的师奴儿拳打 这背后有多少心酸 九龄元圣又经历过什么 一个英雄又是如何变成丢了魂魄的奴才 苟且偷生的 这其中的因果啊 九龄元圣自己肯定是不愿提起 也不会有人知道 所以他的故事啊 就被埋没在了一本很厚 却又很薄的西游记中 他继续苟且偷生 可怜他的孙儿们 又会落得一个什么下场呢 行者叫徒子来 把那六个活狮都给杀了 供那黄狮子都剥了皮 将肉安排受用 殿下十分欢喜 急命杀了 把一个留在本府人用 一个与王府长使等官分用 剩下的五个呢 都剁作一二两重的筷子 拆校尉 散给州城内外军民人等 各吃些许 一则尝尝滋味 二则压压惊恐 玉华州的妖怪不吃人 而是呢 人把妖怪给吃了 取经团队的下一站是金平府 这里又会发生一个 怎样的故事呢 话说取经团队 走了五六日的路程 来到金平府 金平府的妖怪是谁啊 三个犀牛星 取经团队住进了金平府的慈云寺 这个寺里的和尚倒是挺搞笑的啊 可以说把如来的脸都给丢尽了 和尚听说唐僧来自东土大唐 第一反应是干嘛呢 倒身便拜 把唐僧都吓了一跳 这节奏不太对呀 我是来你们这拜佛的 怎么变成你们这的和尚拜我了 这剧情不是反转了吗 还真是 和尚道啊 我这里向善的人看尽念佛 都指望修道你那中华地脱身啊 才见老师风采一贯 果然是前生修道的方得此受用 故当下拜呀 这话啥意思呀 有福的人都会投胎到大唐去享福 我们这些人没福气才投胎在西方受苦 你没事不在大唐享福 还来咱们西方受什么罪呀 唐僧又问 贵府至灵山还有许多远近 众僧道 此间到都下有两千里 这是我等走过的 西区到灵山我们未走 不知还有多少路 不敢忘对 西方极乐世界的和尚居然没去过灵山 还有比这个更嘲讽的吗 取经团队到达金平府是正月十三 当晚就试灯 后日十五上元 前文咱们说过啊 唐僧的性格是根本坐不住的 正巧赶上这元宵灯会 那肯定是要去看看热闹啊 既然唐僧要去 那一定就会遇上妖怪 妖怪遇上唐僧也是一定会抓的 那抓唐僧的是什么妖怪呢 老大叫碧寒大王 老二叫碧鼠大王 第三个碧臣大王 住在青龙山玄英洞 在此亦有千年 金平府把三个大王称为佛爷 还特地为他们撒准备三盏金灯 那灯有刚来的 上罩着玲珑剔透的两层楼阁 都是金丝编成 内拖着琉璃薄片 奇光晃月 汽油喷香 此油可不是寻常之油啊 乃是苏和香油 这油每一两就价值银二两 每一斤价值三十二两银子 三盏灯 每缸有五百斤 三缸就是一千五百斤 就供该银四万八千两 还有杂像矫缠使用将有五万余两 只点得三叶 这缸内每缸有四十九个大灯马 只点过金业 见佛爷献了身 明业油就没了 灯也就昏了 那么这三个犀牛 要这苏和香油干什么呀 吃 金平府的人 为犀牛经每年要花费五万多两银子 他们怎么就这么愿意呢 难道他们傻吗 这是习俗 自古极尽都是这样传说的 有好处啊 什么好处 油干了 人据说是佛祖收了灯 自然会五谷封灯 若有一年这油不干 却就年成荒汉 风雨不调 所以呢 人家都要贡献 才五万多两银子 就买一年的风调雨顺 你就说这值吧 这钱咱花得起呀 而且赚的肯定比花得多呀 不信您看这金平府啊 锦绣厂中是畅彩 连太平境内是醋人烟 灯明月角 元宵夜 风调雨顺 大有年 这钱花得值啊 金平府和犀牛经算是一种交易 双方都不吃亏 可是取经团队来了 目的就是要这三个犀牛经的命啊 犀牛经死了 以后谁来保着金平府的风调雨顺呢 我们不用担心 只要舍得掏钱总会有接盘侠呀 这不是咱们关心的问题 新流经他为什么要抓唐僧呢 且说 风中果出现三位佛身 浸灯来了 慌得那唐僧跑上轿顶 倒身下拜 唐僧一个人跑上轿顶 这什么行为啊 这不就是要当出头鸟吗 生怕这三位佛也看不见他呀 唐僧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八戒领导的好机会 万万没想到自己就这样成了送上门的唐僧肉 嘿 唐僧被抓就是活该 拍马屁你没拍在点子上啊 叫你抢镜头 金平府 我们三兄弟才是主角啊 您千万别觉得唐僧被抓是个巧合 其实一点都不巧 在大的方向下 孙悟空只要在旁边默默推进就好了 唐僧这个人爱玩啊 只要在元宵节前赶到这个地方 唐僧就一定会去看灯 就算唐僧他不拍马屁失败 被犀牛精抓 见到妖精的孙悟空 自己他能不动手去打妖精吗 犀牛精抓走唐僧 自然是孙悟空喜闻乐见的一个结果 猴子在后边追啊 正找不到路的时候 四只公草又出现了 没错 秘密护堂小分队又登场了 这事又和玉帝扯上了关系 他们给孙悟空指路还告诉悟空 他认的是圣僧之身 连你师父都设在洞内 不日就要害剐你师父之肉 食酥和香油 煎着吃啊 你快用功夫救援去也 这话的意思就是 犀牛精是认识唐僧的 也要吃唐僧肉 你赶紧动手吧 但是人家犀牛精是真冤枉啊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抓的人是谁 孙悟空到了玄英洞教阵 三个老妖正把这唐僧拿在洞中 深远之处 哪管什么青红皂白啊 较小的选玻璃衣服 急湍水中洗净 算计者要细切细错 啄着酥和香油煎着吃 各位发现了没有 但凡是妖怪他真想吃唐僧肉的话 那肯定会脱唐僧的衣服 要是孙悟空来晚一会儿啊 这唐僧还真就被吃了 现在洗牛精感觉大事不妙 赶紧把老唐弄来问个因果 再看唐僧那副怂样 战战兢兢的跪在下面 只叫道 大王饶命 饶命啊 三个妖精 异口同声的问道 你是哪方来的和尚 怎么见小佛像不躲 还冲撞我的云露啊 唐僧磕头道 贫僧是洞土大唐架下差来的 前往天州国大雷音寺 拜佛祖取经的 因道金平府辞云寺打斋 蒙那四僧流过元宵看灯 正在金灯桥上 见大王显现佛像 贫僧乃肉眼凡胎 见佛就拜 故此冲撞了大王云露啊 唐僧顺带着还把取经团队的构成 全都给交代了 您看老唐现在也懂套路了 自己全坦白 唐僧交代了自己的来历和绅士 犀牛精是各个心精 故事说到唐僧师徒四人 已经来到了金平府 这儿离灵山可就不远了 可是这儿依然有妖怪 三个犀牛精啊 然而这犀牛精 虽然说把唐僧给抓了 但是并不知道唐僧是什么身份 唐僧是自己交代了自己的身世和来历 犀牛精听完之后是各个心精啊 早是不曾吃他 小的们 且把唐僧将铁链锁在后面 带拿他的三个徒弟来凑着一起吃 本来唐僧都准备下锅了 可是在问了情况之后 就得等抓了孙悟空一起吃 很明显 这犀牛精三兄弟知道孙悟空 也知道这个人呢 是专业的打砸抢烧 专门和妖精们过意不去 他们三个是惹上麻烦咯 早是不曾吃 这句话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幸亏没吃 这要是真吃了 这事可就没得缓了 犀牛三兄弟 点了一群山牛精 水牛精 黄牛精 各持兵器 走出门大战孙悟空 大家发现没有啊 这个山头 妖怪倒是挺纯种的啊 应该说是西游记里边 血统最纯正的山头了 全是牛啊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显得很尴尬 什么尴尬呢 这山头 这山是什么山呢 青龙山 青龙山上的妖精全是牛 那青龙去哪了 难道说牛就是龙吗 诶等等 犀牛 犀方不就叫犀牛鹤洲吗 诶 犀牛跟犀牛 有没有关系呢 这犀牛鹤洲的犀啊 除了指方向之外 是不是也指犀牛精的这个犀牛呢 犀牛鹤洲之所以叫犀牛鹤洲 关键就在这三个犀牛精身上 没错 这犀牛精啊 说不定原本就是西方的主人 诶 这么说应该不太准确啊 更准确的说法是犀牛精原本说不定就是灵山的主人 在如来没有地方去的时候 犀牛精站了出来 来我这儿吧 我把灵山让给你 大家想过没有 为什么这犀牛精三兄弟能够在金平府幸福的生活千年啊 灵山脚下幸福的吃着苏和香油 如来不管吗 难道灵山不知道金平府有三个犀牛精冒充佛爷吗 心有灵犀 灵犀灵犀 灵山和犀牛在一起才更配啊 为什么取经团队要这么对待如来的投资人呢 犀牛精最终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既然犀牛三兄弟已经抓了唐僧 难道就这么无缘无故的放回去吗 那这样的话以后还怎么混呢 还有取经团队之所以来到这金平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且说那孙行者一条棒与那三个妖魔斗精 百五十和天色将晚胜负未分 只见那碧尘大王把腾一闪 跳过阵前将其摇了一摇 那伙牛头怪簇拥而上 把行者围在河心 各轮兵器是乱打将来 行者见势不斜 呼啦的纵起金斗云败阵而走 这才是正常的战斗模式嘛 三个犀牛精自己打不过 就利用自己的兵力优势群殴 可是这个战术 在整部西游记当中啊 这个妖兵最多的尸陀岭 他们却不知道用 那妖更不来敢 召回群妖安排些碗食 种个吃了 也叫小妖送一碗与唐僧 只待拿住孙行者才要整治 犀牛精还给唐僧送饭吃 要是真想吃唐僧的话 应该饿他几天才对呀 清理清理肠道嘛 犀牛精说呀 要抓孙悟空一起吃 这完全就是借口 孙悟空单枪匹马 营救失败 带着八戒杀僧 二次杀回 八戒呢 要住门 行者道 且消停 带我进去看看师父生死如何 再好与他争执 孙悟空变成火焰虫 来看唐僧的死活 这个时候唐僧是一边哭着 一边反省 一别长安十数年 登山涉水 苦熬间 醒来西域逢家节 喜到金瓶玉上缘 不时灯中假佛像 改因命理 有灾言 贤徒追袭师威武 但愿英雄 斩大拳 什么意思 都怪自己太贪玩 好不容易赶上一回过节 还把自己整牛棚里来了 这时 行者使了一个解锁法 领着师父往前走 被巡逻的小妖精发现 二次营救宣告失败 唐僧又被抓来问话 慌得唐僧战战兢兢的跪道 大王爷爷 我那徒弟孙悟空 他会七十二般变化 刚才是变了个火焰虫 飞进来救我 不期大王知觉 被小大王等撞见 是我徒弟不知好歹 打伤了两个 大家应该听出来了 自从这老唐进入西方之后 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从这些话语当中 咱们能够看到什么 对了 一个小人嘴脸 这就一混混啊 没错 这唐僧还真就是一个混混 孙悟空智取不成 只好正面交锋 取经三兄弟 大战犀牛三兄弟 这一场大战 老猪老沙被活捉 孙悟空逃走 向天庭求救 在西天门外 正好遇上太白金星和增长天王 阴珠 陶许 斯大林官讲话 这摆明着 就是太白金星在等孙悟空啊 老白向孙悟空讲了 犀牛经的前世因果 连找谁出马 都一起告诉了猴子 若要拿他呀 只是四目勤性 见面就服 看来呀 想弄死这犀牛经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玉帝很爽快的 就派了角木娇 豆木蟹 奎木郎 锦木案 来帮助孙悟空 此时这二十八秀 大家发现没有 已经彻底的成了 玉帝的心腹 我等不奉旨意 谁敢善离啊 这下青龙山就倒霉了 只听得那青龙山 呼呼吼吼 喘喘呵呵 众小妖都陷了本相 原来呀 是那山牛经 水牛经 黄牛经 满山的乱跑啊 那三个妖王 也陷了本相 放下手来 还是四只蹄子 就像铁炮一般 竟往东北上跑 不好了 天上的怪兽 下来吃牛了 一看对方要跑 西游捕牛队 临时指挥所 当机立断 兵分两路 第一路是 孙悟空带着 井木暗角木交 去追赶西牛经 三兄弟 第二路是 斗木屑 奎木郎 在东山奥里 山头上 山剑中 山谷内 把那牛经 打死的活捉的 接近收尽 最后呢 是进洞 救老猪 老沙 和老唐 斗木屑 奎木郎 继续追捕逃犯 八戒和沙僧呢 将他洞内 细软宝贝 许多的珊瑚 玛瑙 珍珠 琥珀 听完这段描述啊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起一个词 贼不走空 看来这三个犀牛经 还挺有钱呢 取经团队 这下是赚大发了 咱们再说呢 犀牛三兄弟 往哪儿逃了 西海 您瞅瞅这地方 看来犀牛三兄弟 和西海龙王敖顺 应该挺熟 但人家敖顺呢 一听孙悟空 追着犀牛来了 就换那太子摩昂 快点水兵 想是犀牛经 避寒避暑 避沉 三个惹了孙行者 今记至海 快快拔刀向柱 这就是什么呀 强倒众人推呀 犀牛经本来以为 自己去找那可靠的人 而投奔 万万没想到 他们是刚出虎穴 又入龙潭 话说那 金平府的三个犀牛经啊 被团团包围 避沉被魔王太子领兵抓住 用铁钩子穿了鼻 船体困倒 避寒呢 则是被警木案献原声吃了半个 要不是魔王及时拦住啊 那就只能剩骨头渣了 避鼠则是主动投降 警木案走进前 一把揪住他的耳朵 夺了他的刀 叫道 不杀你 不杀你 哪与孙大圣发落去来 行者道 既是如此 也罢 取锯子来 锯下他这两只脚 剥了皮带去 犀牛肉 还留于那龙王贤父子享用 又把那毕成儿穿了笔 叫脚木胶牵着 毕鼠儿也穿了笔 叫锦木案牵着 带他上金平府 见那刺史官 明究其由 问他几年假佛害民 然后敌决 孙悟空给他们安的罪名 是冒充佛爷 的确 三个犀牛经假佛是真 但是孙悟空说的假佛 后面还有俩字 害民 这就说不上了吧 从原著的描述当中看 他们既没杀生 又没害命 罪过总比那大鹏鸟要轻吧 但是最终 避暑避臣 还是难逃一死 那么最后 处决避暑避臣的是谁呢 猪八戒 说那八戒发起信来 撤出戒刀 将那避臣的头 一刀砍下 又一刀 把那避暑的头也砍下 随即取锯子 聚下来四只脚 孙大圣更有主张 就叫四位新官 将此四只犀牛角 拿上界去进贡玉帝 回脚圣旨 把自己带来的两只呢 留一只在那辅塘镇库 以作向后免征登游之证 我们带一只去 献那灵山佛祖 六个犀牛角 玉帝自己得了四个 留下两个 一切都很清楚了 三年前 玉帝来找如来的目的之一 估计就是要这犀牛角 那么玉帝要这犀牛角 有什么用呢 咱们来看看 这三个妖怪的长相 那是彩面环境 二角征容 尖尖四只耳 是灵翘闪光明 一体花纹如彩画 满身的锦绣 若陪鹰 从这样的描述当中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这些犀牛精 又洁癖 当然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 他们的脚 那是有贵气 你想 吃了千年的苏和香油 每次都价值五万两银子 他们那几个脚 那至少估值得是五千万两银子 那四个人都得动心了 甚至可以说是西游记当中 绝无仅有的珍宝 犀牛三兄弟 绝对是西游记当中 最值钱的妖精 但是就算你有钱 你能等得了千年之久 就算你等得了千年之久 你怎么又能遇上 这三头有洁癖的牛呢 所以这犀牛角 是绝对的宝贝 宝贝中的宝贝 如来给了老君十八座金山 玉帝还没拿报酬呢 玉帝不要钱 就要你这犀牛角 可怜这犀牛三兄弟 本以为有如来照着 可以快乐的过日子 结果最后他们还是成了利益交换的牺牲品 所以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安全 也没有什么铁饭碗 选择了依赖别人 就要有时刻为别人牺牲的觉悟 最后我们来看看犀牛经 到底是怎么被分的 犀牛角一共有六个 玉帝独得四个 宋悟空说呀 一个留在金平府 一个送给如来 犀牛肉 那是西海龙王父子吃了半头 锦木安吃了半头 而金平府的官员等人呢 吃了两头 您注意了 吃到犀牛肉的人是官员等人 老百姓可没吃到 剩下的犀牛皮 熏干了之后 制造铠甲 这普通的牛啊 是吃的草挤的奶 这犀牛经吃的是苏和香油 挤出来的全是宝贝啊 一点都没被浪费 大家还记得前面那七只狮子精吗 也是被御花粥的人吃了 灵山脚下的人都是重口味啊 爱吃妖怪肉啊 想在那灵山汤克妖怪 也是不容易啊 取经团队捞了大量的好处 首先就是这三个犀牛经的宝贝 唐僧师徒也是当了一把土豪啊 既然不能带走的话呢 咱就花呗 以后不用再交苏和香油的 二百四十家灯油大户 这家仇是那家请 略无虚客 八戒是随心满意的受用 把洞里搜来的宝物 各样笼络些 在袖子里 以为各家摘焰之赏 不是自己的钱 花起来就是不心疼啊 哎 你想想 人家请客又不是白请 还能得到各种宝贝 那请的自然就更热情了 住经各月 由不得起身 另外呢 就是给盖庙 一个是四星降妖之庙 一个是给唐僧师徒建立生词 各种这个树碑课文 涌传千古 以为报谢 唐僧师徒所幸 宽怀领受 可以这么说呀 倒了三个犀牛经 肥了大家伙 是死得其所 取经团队到灵山脚下的 行进速度 反而变慢了 孙悟空也不着急了 就这样 享受了一个月 唐僧道 悟空将余生的宝物 尽送那雌云四僧 以为愁礼 瞒着那些大户人家 天明不走吧 空只管贪乐 误了取经 若佛祖见罪 又生灾恶 甚为不便 诶 这唐僧还是比较明白事理的 我们不能一直这么玩下去 佛祖还等着咱呢 佛祖要是生气了怎么办呢 一个月的时间 抢来的宝物还是没送光 只能说呀 这犀牛经是真有钱 取经团队是实打实的享受了一把当土豪的感觉 唐僧想走了 但是老猪舍不得呀 又是这长老没正经 二百四十家大户都请 才吃了有三十几顿宝斋 怎么又弄俺老猪忍饿呢 长老听言骂道 你这夯货 莫胡说 快早起来 再若抢贼 叫悟空拿金箍棒打你 那呆子听见说要打 慌了手脚道 师父金翻变了 时常是疼我爱我 念我蠢 夯护我 哥要打时他也劝解 唐僧为什么对老猪的态度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因为已经到了西方极乐 唐僧也要和这个取经不坚定分子划清界限了